好的主播可以看到横跨河谷的一座钢筋水泥大桥 被湍急的洪水冲断 威力惊人 岸边还有大量树木也被冲断 附近民宅还露出水泥的地基 这里是印度西京省洛纳克湖周遭地区 因为连日强降雨造成溃蹄 暴虹奔流到西京省以北 约150公里临近中国大陆边界的地斯塔河谷 当地不只建筑倒塌 连军事基地都受损 大量军车都被洪水夹带的尼罗淹过 同时附近还有一座大坝突然泄洪 也是造成水灾更严重的原因 目前有11座桥梁被冲断 增加搜救的困难度 印度气象单位也表示 过去几天西京省降雨量达101毫米 比以往10月正常标准还多两倍 是55年来最严重的10月暴虹 另外因为气候变迁 导致洛纳克冰川湖扩大 之后造成的灾害只会有增无减 未来三天 西京省还会有大雨 下游的孟加拉也严正以待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换给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